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不可以请袁林先帮我们介绍这位英国浪漫派大师的生平还有简单的电影本事 这部片其实可以说是我觉得因为拍传记电影本身就很难 拍画家的传记电影又更难 那这位这个威廉透纳其实是大家都知道莫内是谁啦 影像派但是对于画在莫内之前据说就是威廉透纳就是 等于是开启了莫内对于光影的这个着迷的这一点 那威廉透纳其实他在英国是很早就成名的 那这部电影其实是把焦点放在他的后半身下半身 然后已经成名之后 那他的他其实很有趣的是他画的画作是非常的唯美 因为那个时候所谓的浪漫派其实还是在自然主义之后 所以那时候所有的画作是要极尽所能的去把眼睛 眼睛中所见的美表现在画作上面 那也是在摄影术还没开始之前 所以大家等于说是对画的期待是 你要怎么样在画里面看到所谓的真实 那威廉透纳的厉害也就是他可以把那种 等于是用他的眼睛把狂风巨浪的这种自然的 那个某一个moment凝结住 然后用画笔画在画作上面画布上 而不是摄影 那所以也就是他对于光影的这种细腻的捕捉 是非常的惊人的 那这一点其实也是启发了后来莫内的 对于光影的这个部分 那他很有趣的是这个人这位大师 本人却又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人 就是他是个讨人厌的人 简而言之是个讨人厌的人 你知道吗 就是艺术家就是专注于自己的艺术作品上 然后就 其他什么都不管 对其他什么都不管 而且他不只是什么都不管 他有两个私生女就完全的不管 然后也加 其实他画他的画作他有收入 可是他也就只专注在 因为他要到世界各地去搜去看 因为他的长处是风景画 所以他就是捕捉世界各地不同的风景 那这个部分就变得是他的旅费啊什么什么的 那他的画作的助理就是他的老父亲 就是像他的经纪人一样 那乍看之下你觉得这个人真的是美人性 你知道吗 就是虽然画这么的美 真的就是你觉得怎么可以有人把自然的美 在那一瞬间可以捕捉下来 但是私底下的人生的生活却是 就是说非常的苛刻 讲话刻薄 然后就是对于所有的一切都感觉是理所当然的 就是是一个没人性的那种那种感觉那样子啊 然后又小气啊 然后长得又不帅啊 就是个胖胖 但我觉得这部片很有趣的是导演麦克里 大家知道就英国的两大巨播电影巨播麦克里跟肯洛去 一向都以写实为著称只不过两个人走不同的方向 那所以我一开始知道这部片是麦克里拍的时候 我就有点瞎到 就是因为你知道麦克里长期的 其实他关注的是小人物的真实生活 去拍人性最底层的部分 那麦克里不要讲就得了什么坎城金钟旅啊 威尼斯金师奖啊 他的片然后几乎每一次都入围 对那个奥斯卡 然后他自己也入围奥斯卡最佳导演好多次 那这部其实也是 不过是入围了奥斯卡的 应该是最佳男主角 这也是等一下值得好好地探讨的部分 那麦克里这一次就是会演会拍古装片 你知道就是一个专门拍写实的 然后探讨现在小人物社会底层生活的大师 他改路路线了 然后让我就既期待又怕受伤害你知道吗 但是看了之后我觉得非常的精彩在于 就是说 他等于是让我看到了 就是这个画家 就像我说的 他是一个讨人厌的人 但是所有讨人厌的人 必有可爱之处 那样子 可证之人必有可爱之处 尤其是能够创作出 这么唯美的画作的人 他其实很多内心的挣扎 然后还有他的生活的那些细节 麦克里等于是用他对于现代的写实的观察 转而去重现了当年的这位画家的生平 所以到后来你就会开始为他感到 就是说他的讨人厌 他在生活与艺术之间的那个纠结 然后他最后走向了哪里 那个东西是非常细密的表现出来 那是另外一种的写实 而且也把这个画家 更为妙的那种人性的挣扎呈现出来 那我们一定要讲男主角的部分 说Timothy Spell 其实很多人说他生来 就是应该要演这个角色了 所以他横扫了所有欧洲的男主角 包括坎城影帝 我们要不要说一下演技的部分 他这个 我其实因为我很喜欢这个演员 然后看到他现在的时候的人 母助还是会讲因为其实他曾经演过的是 哈利波特里面那个大叛贼 那个鼠尾 就是猥琢小人那样子 然后他也是麦克里的爱将 他合作了大概四五部电影那样子 那这次他为了演透娜先生 其实是花了三年的时间去真的去学画 对 然后所以你在电影里面也可以感觉出来 就是说你知道有些专辑电影 有些画家电影 然后或者有些拍钢琴的那个 然后你就避开 那你就知道就是 是有提升 或者是提升 对 那这个就是完全的 因为那是他的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他也就真的花了三年的时间 所以那个举手投足 用画 然后刷笔 那个所有的部分 那是他 他身体的一部分 就是说真的一个很好的演员 是把这个东西融入到他生活的 到他的肢体里面 再发散出来 所以我一直觉得这部片很有趣的是 其实严格说起来 大家会期待看画家的电影 是看到一个很唯美的电影 那这部片当然很多很美的地方 但是那个美是在于对于生活的 光影的捕捉 生活细节的美 然后他把生活中最平淡无奇 或甚至是有点丑陋的部分 那个为了柴米油盐什么的 然后还有画家那种 那个内在的冲突 但是他那个美是由内而外的 你是感受到了那个人性 才看到影像 才感觉到最真实 其实是有点点污秽的人性 其实是美的 所以好的演员 放在好的导演手里 那就是相得益彰 所以袁令你觉得 这次Mike Lee有再更上一层吗 有耶 我其实觉得 其实本来就一直很喜欢他的作品 然后坦白说 我其实觉得 你知道有点 尤其是大师 总是偶尔不小心会失手过 失手 对 然后当然也还是侠不掩语 你还是大师还是大师 但是Mike Lee对我来讲 就是目前为止 我没看过失手的 尤其这部片 我一直很担心他会失手 你知道 因为他怎么可以拍古装片 那样子 他离开了他的 convert zone的时候 会不会怎么样 那我觉得很棒的一点是 这个画家本身的传奇之处 就是在于 他能够用他的画笔 去捕捉自然中 最细微的那个光影的变化 然后让他在画布上呈现 那其实是非常 你必须要有非常敏锐的眼 跟敏锐的笔 跟艺术的那样子的天分 那这样子的写实的精神 其实也正好就是 Mike Lee对于人生 对于生命的观察 这部片不管是从主题上 或者甚至是 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 你其实可以看到 虽然没有华丽唯美的那种 我们想象英国宫廷的 因为画师在那个时候 其实地位还不是这么高的 对 那所以他其实也还是 为柴米油盐而辛苦的 然后他的情人们 其实也都是阿桑 伴老巡娘 然后而且他对待他们 其实也不好那样子 那但是那个 很多细腻的部分 在他画作 在他画室里的光影 撒进来 然后在他画室里的一个小角落 在喝茶 然后那个茶具 然后他怎么样去碾 那个画颜料 然后去柔和那些颜料 这些所有的细节的还原 我觉得是迈克里让他的写实 走出了所谓 对于现在的写实 而是把那个时候的情景再现 那样子的一个精神 其实我觉得 从某种角度来讲 我非常感动的是 他等于也是用他的写实的影像技法 向这位浪漫派大师画家 风景画家来致敬 他借由黑白摄影这件事 让你在拿掉了色彩之后 你就势必会更加明显的去看 那一个光影的东西 觉得他要向50年代末期 60年代的新浪潮致敬 也包括像学运这件事情 在电影艺术面 或者在政治或经济面 他其实都有一个 回扣过去历史的那样的一个效果 本周是画家巨播 对上鲁蛇青少年 另外一部片 光是片名就很有意思 男孩超级白 所以你突然要不要先介绍电影本事 好 这部墨西哥电影叫做 男孩超级白 我们刚刚就在讨论说 这个片名要念得很慢 或者我们之后就一律 以那个男孩那部片 超片 来这样子代购他 那他是一部 刚刚讲到他是墨西哥片 而且他是时间设定在 差不多1999年那一个时候 所以其实距今 也有一段时间之前的 但他整个形式上 他大致上是个 青少年 青少年启蒙 或者是有点公路电影的那样的感觉 那但是电影 至少我自己 因为我在看之前 我的确除了这个 这个很醒目的片名之外 我们也没有 几乎没有做什么功课 就去看 故意想要尝试一下 那结果电影最一开始的气质 其实是会让你有一种很 法国心浪潮 或甚至是再更偏艺术一点点 你大概可以预期 你可能会看到一个 起伏不是很大 或者说可以看到一个 有点冷眼在讲人事 或讲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但是后来剧情却 从一颗水球掉到地上之后 整个急转直下 整部电影其实越来 越到后面越来越有活力 越有一个速度感 那甚至它是越来越 轻快跟有感情的 那他讲的是这个 超级白的这个小男孩 这个小男主角 国中生左右的年纪 那他因为原本住在乡下 然后但是呢 就是太顽皮了 所以他妈妈就把他 扁到城里面去说 我已经哪里没办法了 管不了你了 你去城里面找你那个 正在念大学的哥哥 去投靠他这样子 那于是他就到 到墨西哥市 到大学城那里去找他哥哥 那去了之后才发现这一个 想象中觉得是 知识分子在都市里面求学的哥哥呢 其实是个也整天 过着无所事事的生活 然后偷接邻居的店 然后不然晚上只能点蜡烛 然后事实上是因为呢 他藉由这一个人物设定的背景 要带出来的是 墨西哥在1999年的时候 其实曾经发生过一场 就是学生的革命 对 其实没有到革命 应该说算是他们 学霸 学运的 对他们是霸课 那时候他们是因为就是原本 在墨西哥念大学 几乎是不用钱的 那但是呢 在那时候他们想要改成就是上大学需要学费的 那这些学生们就纷纷罢课 然后呢把学校占据起来 然后变成一个一个攻不进去的堡垒 然后这个罢课甚至持续了292天 所以是很长一段时间 那么借由这个小男生的到来 然后这位哥哥跟他的室友 那本来在家里无所事事 然后就因为一些一连串的有趣的事件就去绕了一圈啊 那后来也到学校去 然后让我们可以看得到说为何他们明明其他同学都在罢课 他们却闲闲的在家里 那这整个过程是一环扣一环 但是又我觉得安排的很自然 他其实是借由一些有趣的事件来把它整个串起来的 那包括像这对兄弟他们有一个爸爸留给他们的随身厅 里面有一张录音带是一个墨西哥的传奇的乐手的创作专辑 据说启发了那个 据说什么让包币人都为之落泪这样子 那所以他们因为这样子呢就不只是他们之所以要踏上路 那也是因为他们想要去找这个当初的传奇乐手在哪里啊 过程中也糊里糊涂的也因为闯进去学校 然后遇到了这个哥哥的也正在认真 认真从事学运的一个女生朋友 那总而言之呢就这样一人串的东西下来 到最后我觉得整部电影看完其实是 他有他温暖的地方有他温柔的地方 那有他很可爱的地方 那但是他背后呢又带出了一整个 包括不管是墨西哥的你说城乡之间的对比啊 那你说是当时在发生学运的那当下的那种 世纪末的1999年嘛 全球的年轻人都有一种 其实不知何去何从的那个感觉 那也再包括一个时代交替 那他们借由一卷录音带去传承那样的东西 其实到最后看来我觉得 跟我一开始的想像真的完全不一样 它是很有力量的一部电影 但是说片名的部分 其实跟墨西哥谚语有关 对对对 因为这个超级白这个词也就是 因为它片名是一个 那应该是 不知道是西班牙文 西班牙文 叫做Gleros 在看之前呢 以为这是台湾片商有趣想出来的东西 但后来才发现这个片名本身 就是他们里面的一个 揶揄人家的一个词 那就是在讲说 比如说当你讲一个男生 或讲一个人 很白很白 意思其实就有点像它很苍白 很若不经风 或者是很不经世事 然后很像 青涩 像若姬一样的那个感觉 就小白美 可是的确是一个 的确也是一个骂人的话 所以呢 看到这里就觉得 其实片商还真的是别有一番 一番心思在设计的一个片名 我们期待看到的画家电影 就像我说的 好像是要很华丽 但是它其实反而是很朴素而写实的 去呈现那个年代的真实样貌 那相反的就是 武蛇少年的成长 它本来应该是很简单的 但是在视觉的风格上 在影像的处理上 却是非常华丽的 那这里的华丽不是色彩华丽 而且它使用的技巧是非常频繁的 在去年柏林展得到了首部电影奖 而且它的黑白摄影 其实跟今年的奥斯卡 最佳外语片的得主 伊达的抉择有得拼 要不要帮我们多说一下 首先这个 这位导演 他本身我刚刚查一下 他是1978年次 所以其实是个 相对也算年轻的导演 那很有趣的是 最近这几年 墨西哥阿根廷 都不断地产出一些 很厉害的年轻导演 而且不是只是拍独立电影而已 有些还像这几年 墨西哥导演 在奥斯卡 在好莱坞 都有相当大的掌握 好的成绩 那么这部电影 它不只是采用黑白摄影 而且它采用一个4比3的比例 所以这也加强了我刚刚说的 最一开始看的时候 你会觉得 这好像是一部很 很 復古的 或一个可能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活泼的电影吧 但是实际上我想 导演借由这样的东西 他其实有几个 他想要致敬的 当然 就美学本身而言 他借由 黑白摄影这件事 让你在拿掉了色彩之后 你就势必会更加 明显地去看那一个 光影的东西 那这在片中譬如 像刚刚讲的 因为它要借由一个城乡差距 原本这个小男孩在 郊区 是在 整天都在屋顶上面 然后也 晒太阳 然后那个很亮很亮 然后片子一开始 他就从一个 一个水桶里面 拿出几颗水球来 然后我记得 那时候就一直在想 那个看起来有点 颜色有点 有点颜色 又不太有颜色的水球 然后被拍成黑白之后 每颗看起来都灰灰的 我一开始以为是蛋 对 以为他在做某种料理 那种要挤出奶油来 还是什么 就是那种 然后后来就发现说 原来这个东西是水球 然后也会很好奇 他本来到底是什么样颜色的水球 那藉由 这个东西到 后来他到了市区 那包括像刚刚讲 他哥哥在宿舍里面 晚上是一片黑暗的 然后那个黑暗中的层次 透过这样的摄影 其实就 又更明显了一点 那当然像刚刚讲的 不只是在电影的形式上 我觉得他要像 50年代末期或60年代的 新浪潮致敬 也包括像 学运这件事情 里面的 这些 也许老师们 或者比较大的人 他们也许也参加过 同样是在60年代 可能 68年那时候的一个 学运 那样的东西 那再包括像 内卷录音带 他要像 他爸爸年轻的时候 在听的音乐 那也是一个 也许也是一个 670年代的 在家族面 在电影艺术面 或者在政治或经济面 他其实都有一个 回扣过去历史的 那样的一个效果 所以你可以把它看成 是一个小小的题材 讲一个青少年 青涩的那种的 公路的一个成长 但是在背后 他被导演 塞在背景的东西 又其实有很多 很大的题目 那不管是形式上 或不管是内涵上 我觉得其实都很有意思 对 所以最后请两位 为你自己站台的片子 做简单的介绍好不好 自己站台 其实我两部都很喜欢 你站台 都说说 都讲 都讲 因为其实我觉得 刚好 这礼拜的这两部 对我来讲有点 相互呼应 一个是古典 一个是现代 然后一个是画家 然后另外一个 虽然是鲁蛇少年 但是你可以发现 我自己觉得 就是说 我们期待看到的画家电影 就像我说的 好像是要很华丽 但是它其实反而是 很朴素而写实的 去呈现那个年代的真实样貌 那相反的就是 鲁蛇少年的成长 它本来应该是很简单的 但是在视觉的风格上 在影像的处理上 却是非常华丽的 华丽的 我说的华丽就是 它虽然是黑白 那这里的华丽 不是色彩华丽 而且它使用的技巧 是非常的频繁的 一开始的大特写 然后非常多 在镜头语言上面是 大特写 圆景 然后或者是 就是 它用了非常多 除了黑白摄影之外 它在摄影 摄影语言的使用上 我觉得是 绞尽脑汁的放了很多 不同的元素 那再加上它的声音的背景 然后不断的 学运的广播 学运的车声 然后就是 这个是乍看简单 然后其实是蕴含丰富 另外一个是 你以为很很庞大的史诗 但其实让你看到了 大师的生活细节 就是一个是有理而外 一个是由外而内的 去呈现电影 里面所有可能的一种艺术性 那这个东西是 我觉得非常迷人的 这两部片 刚好这样一起放 还真是巧合的 可以相互呼应这样子 是 都好看 都很好看 那我觉得 还有另外一个点 可以补充的就是 因为 通常先生是讲的是画 那你从 你在外面的这一些 这个画家 平常生活的那一些 很很节制的或者说是很 不那么美的东西里面 然后 但是你看他画出来的那些画 你就可以想像说 在他 身体里面的那个艺术的能量 或者是到底是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 的 的 养成可以让他 在画笔里面 你可以看到 完全截然不同于 不管是他 生活的空间 或者是这些人的样貌 那样的美丽 但是在 呃 的 男孩这部片里面呢 他有另外一个 很好玩的设定 就是刚刚讲到的 那一个 录音带这个东西 当里面的角色 他们 要去追寻 这个 几十年前的这个 摇滚歌手的时候呢 他们没有一个 新的同伴加入 他就跟他讲说 我想要去找这个人 然后大家都没听过他是谁 然后他们就给他 戴上耳机 听他的音乐 但是呢 这部电影 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处理是 当 里面的角色 戴上耳机 在听音乐的时候呢 反而是 第一个 你没有听到音乐是什么 第二个 他连所有的背景音 也全部都消掉 于是就进入一个 默片的状态 但是你就看到 这个听音乐的人的 脸上的那个 的 惊喜 然后满足 然后被感动的 那个表情 于是呢 你在一个 没有听到的情况之下 你反而会 对于 他们听到了什么东西 充满了一个 极大的 期待 跟一个想象 所以那种 你 你既有没听到 但是你反而觉得 在这部电影里面 好像存在一个 最好最好的音乐 可以最感动的 东西在里面 我觉得这样 这样的一个 也许也呼应了 刚刚袁林说的 这是一个 非常华丽的 一个手法上的选择 所以真的 值得去看看 这部电影到底在 变什么花样 对 不要被他片名片了 我就被他片名片 以为是小姐好白 加上超级巴 这种的 但他其实是 像是 伊达的选择啊 纽约哈哈哈哈 这种 就是 其实也不是这么沉重的 艺术片 但是却又给你非常 丰富的这种 视觉上面的满足 对 今天非常感谢 袁林跟艳拓 帮我们分享本周新片 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大家